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正向分析九宗罪 希望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来讲一下日本那边 这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 做《神望第一线》的时候就发生了 就是他们拍了这条《日本一》 每年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第一条的南奇吞拿鱼 即是第一日,生意日 这条南奇吞拿 终于价格上升到 1.1420万日圆 前几年价格很贵 2019年的时候 最高的纪录 南奇吞拿鱼最高的纪录就是 3.360万日圆 其实你看到那个价格 其实也跌了很多 跟2019年的时候比 通常为何会拍卖这条鱼呢? 当然是吉祥的象征 就是《日本一》 还有做生意的人 拿了投资 如果能投资的话 也有很大的宣传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媒体就会不断报导的 其实连续四年 都是《Onodera Group》 和《Yamayuki》 这个《Onodera Group》 就是小野子 这是银座很出名的 就是银座很出名的 Sushi Bar 就是这个 《Onodera Group》 当然旗下还有其他公司 它连续四年都买了 这条《日本一》 今年的价钱就高过去年 好像叫小野子 如果真的没有记错 就是银座小野子 它是 它是 好像 忘记了是 这个 《米之年》 好像 不知道是一星还是两星 它是一星 忘记了是一星还是两星 那 这间 《Onodera Group》 它这条鱼 就会在 银座那里有的 那 它 你说是否 嗯 就是 这间银座 就是 很高级的 我理解就是 比之前买到 这条鱼的人 就高级得多 因为 之前 19年 那时候 买得到 那条人 就是 嗯 那个肥佬 就是 做大路的 壽司店 是没有的 啊 那 那个呢 就是 壽司 好像叫做壽司 真美 好像 好像是这样的 他那条人 就 忘记了是什么 的 不太记得了 不过 总之呢 之前 他们做低价的人 过去 一 二 三 四 四年都不太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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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棍分裂员就问 那条鱼会不会 复射很厉害 那应该是 不会的 应该是 不会的 那 荷里沃就说 一见日本鱼就想起核污染 那样 照样卖了一亿多 就是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 一亿多日圆 就是八十万美金左右 其实也 嗯 是啊 其实这条鱼也不小 就是 那条鱼当然是在 丰州市那里卖 丰州鱼市那里卖了 那 那 今年其实 嗯 就是 就是 他们的经济应该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去年那条数字就低很多 今年好像去年的三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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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鱼呢 是不是代表日本复苏呢 这个 这个价钱 因为疫情期间 真的 那条数字是很低的 就是 它也有日本一卖 但是呢 之前是没有今年那么值钱的 就是在丰州市场那里 那 那 那 CC 就说 投了一条鱼又怎样 就一样要很快买出去 但是可能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现在做高档生意的 就是比较贵一点的生意的人 他就有钱拿出来 有钱拿出来 就是做多些这些推广 但是呢 做大陆的生意的人 就拿不到那些钱出来 就是 就是 我认为现在这个世界 开始有些事情改变了 就是 好像看起来 就是 最有钱的人 肯花钱的人 就是 没有东西的 做这些最顶端的生意 你是没事的 但是 如果你是做 大陆市场的 就是 中产会去的那些餐厅的 你就 现在是没有运行的 就是 要么就是做市场的顶端 要么就是做 最便宜的 两样东西 看起来都好像 有些钱赚的 但是呢 做中间市场 市场中位那些东西 好像很难搞 那 的丁就说 板墙好像投日本一 四十多万 应该 很久之前 如果你说 的丁说板墙 投日本一 很久之前 那么 风风说是否是喜代春 是的 就是之前19年 投到的那间 就是喜代春 是的 是那个人 那 那 那 之前当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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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Sushi Sanmai 去做 他的公司 就是 Kiyomura Group 这是19年时候的事 那 Kiyomura Group 呢 他的社长 不知道是什么 木村 木村 不知是什么 喜代村 前面还有其他名字 Anyway 不过他们 看起来 因为他们就是做大路的东西 譬如吃 碟壽司 那些 那些 就算是拖罗 那些 都是 1000日圆 即是不是 什么特别 贵的餐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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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拳量就是2万多 1KG 那 那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 KW 说 日本人之后 不让板牆去投 我不知道板牆 板牆那里是怎么 板牆壽司那里是怎么 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日本人不让他投 我 我真的不清楚 那 那 帕翁就说 有钱人当是宣传费用 那 全个亚洲区都有报这宗新闻的 其实就 不单止是亚洲区 是国际新闻来的 这个日本一头一头 所以 做了推广的 他们现在是 就是 银座 Ornodera 这个小野子 应该是叫小野子 如果没有记错 他们是做了一个大的推广 那 在日本 那 现在 有钱的人 都是 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的 就是他们的消费没有减少 日本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着 之后 过一过去 和朋友 见面 见面 见面的时候 当然有些会一起做 但是我想预计 一件事 就是 他说他想去看的 我已经预计不了 就是那些商铺的 那些 票 是预计不了的 所以有钱的人 他们是继续花钱的 日本也是 也是 那 收据就是 有钱的人 用来用来用去 都是面子的 那样 那 Camp St. Lo 就说 板牆买到的 那年 日本人觉得很没面子 好像 我记得 香港人 买得到 日本一 又不只是 板牆试过买 我记得 当然我不敢肯定 如果你说是板牆试过买 那我就不敢肯定一定是他 一定是板牆 我记得还有其他公司 好像也试过去买的 其实就 老实实 这些我就不记得了 因为之前 香港的 日本料理 好像就不只有他一家 试过买得到 不过我 我真的不记得 这个 我真的不敢肯定 那 KW Wall 那条鱼是哪里来的 在日本自己那里 当然是 如果你说 日本有没有寿司放堤 我就不知道 我没有去吃过 我在日本没有试过去吃 所以你问有没有放堤 我是不知道的 sorry 我去日本也没试过吃寿司放堤 是否真的在板牆买到呢 我现在忘记了 现在是 的丁就说 正式只可以日本本土商人才可以投 板牆叫人帮忙 日本失威 我不知道 具体已经不清楚了 不过 这件事 为什么会 要 说一下呢 就是 这件事是国际新闻来的 就是 看 这个 丰州市场卖 这条鱼 是世界触目的东西来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 日本人是懂得推广的 有些是 有些是日本人真的懂得推广的 还有他们的 Kiyomura 其实很多时候都 会投得到那些鱼 有很多年都是他们的 那 今年 就是 现在那条数高了 是不是代表日本的市好 有可能的 不过我也不敢说 为什么我也不敢说呢 原因就是 日本中层的人好像都不太行 现在 是上层的人没有事 底层的人就好像以前一样 中层的人都好像是奶奶的 那 算了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那 Main Poem就说 香港以前投过一次 我不记得是一次还是两次 不记得了 有些我都没有做资料搜集 譬如 香港有没有试过投得到 我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 这个 Kiyomura 和这个 小野子 银座小野子 他已经投了四年 都是他们的 不过价钱今年是比之前高很多 就是这样 好了 算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明天早上第一线再见 就是这样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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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